HELLO 大家好,我是Saman Pa,今天這段影片是我昨天,就是昨天看完Haman那一段影片之後,我就覺得這個主題非常好,我也要拍一個自己的版本,就是這個似身必回購清單,或者會叫它做似身不能沒有你的產品,那都是一些我已經回購過的產品,可能也都分享過很多好東西, 或者如果在家裡沒有的話,我會開始煩惱,總之死都要有一個存貨在家裡的,那我就會分享少少生活類的東西,還有化妝護膚品類的產品,那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了,好,首先說了一個都對我來說,日常生活真是必備,然後我真的出門沒了它都不是好得的,就是AirPods,或者是總之耳機,那我自己就用AirPods Pro的,我好記得我做不見我上一個AirPods,就是, 就是在和Hadi一起去英國的旅程旅程,然後就在飛機上整跌了,之後我就看到,欸,剛好AirPods出了這個AirPods Pro,一出了就立刻在英國,不管它是比香港的價錢,有稅也好,我立刻入手了,為什麼我這麼近況,不能多引一程機呢,就是因為我真的很怕一些很吵的聲音, 我是會有一點點焦慮的感覺,比如在銅鑼灣,黃國,很吵很吵的話,我永遠都會塞著耳朵,就是除非我是和一個朋友一起聊天,那如果是我自己一個的話呢,我一定要塞耳朵聽歌,還有那時候是拿著搭飛機的那些聲音很辛苦,所以我就真的直接買了AirPods Pro的,那我自己就喜歡Pro多過舊版, 因為它真的插入耳朵中,還有它可以做這個Noise Cancellation,真的配搭的聲音很不錯,那我自己就覺得勝過上一代,但是有些人就未必那麼喜歡這種類型,即是入耳式的耳機,所以就是看回自己的選擇,但是我自己就覺得,嘩,沒有了它真的不行,第二樣呢,就是一個我自己都日日,差不多每天都會用的,就是這一種發達,這個是Sleep的HairTie來的, 我是有一堆在家,總之每一個角落都會有啦,可能廁所,廳,我的房間,或者是我的手袋,都會有一條這些的橡筋褲,它這一種橡筋褲,因為是那種絲質,所以它不會怎樣拉斜你的頭髮,尤其是你拉下來,是不會脫頭髮,不會斷頭髮,我開始用它之後,是真的發覺頭髮的質素是不同了,因為我夏天就多數都是紮妓,通常你紮妓的髮尾呢,你都會抱住這樣,都你放下來的時候,你就會感覺到這個位置, 它是很厲害的,很粗糙的,但用了這個牌子,或者這一種的橡筋褲之後,就沒有這個情況發生了,另外它就是脫下來,不會有很厲害的橡筋褲,它跟彈弓那隻橡筋褲都差不多效果的,但我就覺得這個會漂亮一點,還有你如果不用,就這樣放在手上都挺漂亮的,它出了很多種顏色,或者有很多這些粉紅啊,大地色系啊,這樣的東西, 那麼紮妓呢,主要在紮邊都會用它們,都是頭髮紅粉呢,就是加丹利爾的這個割蛋白洗頭水,我真的回購過很多次,不論是自己賣又好品牌,給我的補給品都好,這個已經是一個空瓶,有一個在廁所用的,這個洗頭水真的用完之後,我就沒有回頭,沒有去再特別試其他洗頭水,因為我本身都偏油頭,還有很大行,所以一定是天天洗頭,不論是夏天冬天都要天天洗的,所以我是一個清潔力好的洗頭水之餘, 它又不可以扯得太乾,因為我髮尾這個位置是偏乾的,因為很多洗頭水都未必可以兩樣兼顧啦,要不你就很滋潤,太滋潤頭皮就會很黏,就是清潔得太好的話,當你髮尾就會乾,那這個就是很好的平衡點,它令你的頭皮不會過分黏黏,也不會過分乾爽,是做到中間點的,我覺得最大的功效是它做到平衡你頭皮的油脂,所以這個是不斷回購的,我想都不會怎樣轉洗頭水之後,另一樣身體產品,那這個呢, 我覺得是一個身體產品,但是我通常就是冬天才回購,就是Kiehl's的這個Creme de Cores,我覺得Kiehl's的產品裡面,它是比較少人說的,大家可能都會說它的金鎮花水或者白泥,它的味道本身就很香,是蘇冰和Honey的,那這個包裝是聖誕版,我每年都會在冬天才回購,因為我夏天真的比較少用的,所以每次都會買到一個聖誕版本,這個是去年的,我自己的皮膚就有很多那些毛孔閉塞的粒粒, 除了都要做一些去角質或者磨砂產品之外,用這個Creme就可以減少那種粒粒,很神奇的是我那晚沒有用磨砂產品,只是用這個Creme,第二天起床呢,那些粒粒都淡得很多,真的沒那麼突然,那我就知道應該是這個Creme的作用了,還有我時候會有主婦手,即是手指開始脫皮,我塗完它,塗了兩次,它就會好起來了,所以這個Creme是很厲害,很厲害,我是超喜歡的,不過它的質地真的滋潤了少少少少少少少, 都是冬天的時候就會回扣它了,下一樣是一個指甲產品,這個是OPI的Nail Envy的,很久以前在大學中學時期,我都是借塗指甲油,那時候已經開始是用這個Base Coat,到可能前一兩年,有玩過Soft Gel、Hard Gel的,但之後都拆完,都現在是借塗,不過我今天就沒有塗指甲油了,本身是叫Nail Strengthener,幫你的指甲是做回保護, 還有令它更加強壯的一個產品,其實它正確的用法呢,好像是,就這樣當作透明指甲油這樣塗,每天可以塗一層,令它更加強壯,類似是養甲的時候可以用,但是我就喜歡塗指甲油,當作Base Coat用,用了它之後呢,顏色沒有那麼容易吃到指甲,就算擦完都沒有什麼黃色的,因為我有時用Base Coat,就算我塗一些紋色,擦完之後呢,我發現都會黃了少少少少, 即是不是紅色的,所以這隻呢,就沒有那個情況出現了,還有指甲那些邊邊呢,有時都會可以撕出來,即是它起了兩層這樣,那用了這個之後呢,再塗指甲油,就算是連續兩三次這樣換指甲油呢,都沒有脫指甲的情況,所以這個是,即是這麼多年來,我講的是,可能由中學開始玩指甲油的時候,都已經開始用它,真的是不停回購再回購的一個指甲油產品來的,然後到這支遮瑕掃,都是很多身邊的朋友都喜歡的, 就是MAC的270S,那其實跟它們粉底掃呢,這個170是一樣的,就是它的迷你版,你看到大家都是有一個斜一點的位置,好處呢,就是你可能塗了遮瑕膏之後,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去印上去,因為它那個掃毛是很密和很實正,就會做到一個很高的遮瑕度,尤其是你用一些高狀的遮瑕,我就一定會用這一款的粉底掃或者遮瑕, 給眼底都OK的,因為它這個斜面,你就適合這個眼底凹了下去的位置,這一支掃呢,我是有兩支,一支是可能用到很骯髒的時候,又未洗得切,可能就會轉用這一支,這一支很骯髒給我用,比起這支粉底掃呢,雖然我也很喜歡,但是我都會覺得遮瑕掃是更加值得入手的,下一樣呢,就是Hourglass的眉筆,雖然我現在做了霧眉, 所以其實我現在眉是沒有畫到的,但是眉做之前呢,我是用Hourglass的眉筆,這個是幼身版本,粗身的那個我都有的,那分別在於,粗身的那個是斜角,有一個對比在這裡,所以這個就畫到一些比較幼細和很自然的線條出來的,那有時候霧眉,都可能有一點位置要填一填,我都會用這一支眉筆,或者是一個case的眉粉,那我現在都是深啡至黑髮, 就會用ash這個顏色的,已經回求了,我想兩三支,它唯一不好處就是,價錢的確是偏貴,而且都很快用,它跟ABH的brow Wiz有點像,但是Hourglass這一支呢,那個筆心是再有細一點,而且顏色沒有那麼顯色,變相就沒有那麼容易出彩,因為你多大力都好,顏色都不會突然畫到小虎眉,這樣ABH的那個,我就覺得顏色呢,本身是濃了一點點,所以就算很輕瘦,也會有機會畫錯,下一樣的beauty product,就是Fenty Beauty的這個陰影膏,就是Ember, 這個之前都分享過的,雖然我去年主要都是用BBI的那個,但是我真的很想念這個,所以我就直接回購了,它這個是很出名的陰影膏,說修容膏,顏色不會過暖過灰,非常之中性的顏色,它是有一點點,一點點難推的,所以用的時候,我一定會用掃,或者是用一個spunch去印開,用手指我就覺得難推開了一點點,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化妝掃在上面,這樣填一些product,然後掃在一些, 想修容的位置的,我今天也有用它打在這些位置,當然,還有下巴位,你見過顏色呢,都不會特別跟我膚色不配,等等的,最後兩樣,就是Skin Care,有看開我的Youtube或者IG都不陌生的一個product,就是Drunk Elephant的Be Hydra,保濕精華啦,這個呢,已經是一個胸瓶,有很多人都問我怎樣開Drunk Elephant的瓶,其實你扭完之後,再這樣搓兩下,就可以拔出來的了,這個已經是胸瓶啦, 然後呢,我認為有一支呢,都是在家門口的,其實我是找到一些,可能再給它滋潤一點的保濕精華的,但是我總是覺得用它是令我覺得最安心,最適合我皮膚的一種保濕精華啦,如果是超級乾性,或者沙漠肌的話,可能會覺得不夠保濕,以前我冬天用,我會覺得不夠啦,但是我現在皮膚都是偏中性啦,混合,那所以是完全夠用,可能甚至油性皮膚呢,都會喜歡這一種保濕精華的, 我這個產品應該真的有兩三年,由很早期的一些皮膚的分享,都有說過有多喜歡它這個精華啦,另外它們的La La Retro我也喜歡的,但我覺得未去到我此生不能活有的的霜霜,因為我有另外一個Steretail的霜霜我用,我很喜歡,喜歡的程度可以拍得住它,但保濕精華我未找到一個跟它差不多喜愛的程度,我之前都有分享過Caudalie的SOS Serum,我也喜歡的,我現在用它新粉紅色包裝的, 我也喜歡的,但我總是覺得不只有一種情意結在這裡,所以這個就是我此生不能活有,或者是不斷回購的保濕精華,到最後一項呢,其實是今年才發掘,但是已經回購了無數後,就是小星層裡面,他們那個House Brand Style Retail的N3 Mask,他們的Wonder Mask,為什麼這麼喜歡呢,因為我2021年真的差不多爛臉爛了半年又多,爛臉的日子是多過我皮膚穩定的日子,有很多時候呢, 那些粒粒開始就快爆出來了,又或者很紅啊,有很多傷口呢,都是靠這個Mask去拯救我的臉的,今天我拍的影片說真的不算多,但是有兩條影片都已經說了這一塊Mask,連今條第三條,大家知道我到底有多喜歡,多喜歡這個Product,當然啦,你不可以說用了這個Mask之後呢,你以後就不會難免,不會生入瘡,因為你自己的diet,或者你之後用的護膚品都會有影響的,但是這個Mask最大的功效就是消炎和舒緩,降紅,當然做到很好的保濕, 亦都會令你的毛孔細緻了,以及整體的膚色都會好了,另外呢,就是這個Mask是可以敷30分鐘,那通常呢,我就一開完之後敷30分鐘,我會留一個package,因為它裡面呢,都有很多精華,接近30分鐘,面膜開始,精華吸收了,我就會再倒回剩下的精華,在面膜上再繼續敷一會,那就可以完全利用它裡面的精華,敷完之後你真的會覺得皮膚好了很多的,唯一缺點都是那句,價錢會貴了一點點,那所以都是 是急救的時候用,或者是等它們折扣的時候一定要入手,那這十樣呢,就是我不斷回購啦,還有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產品,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啦,如果你有什麼是超級喜歡的,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,等我都可以試一下的,謝謝大家今天按進來看我的影片,我們下條片見啦,byebye 中文字幕告訴我們 раздел點個字幕裡面,MING P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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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G pontos